Java Android 这块内容 跟现在你在网上能够看到的Java for Android的这块内容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培训机构也好 还是网上其他老师所录制的这个课程也好 Java for Android 它的意思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讲Java语言从零开始讲起 由于这次我的所有学员都是有Java基础的 所以我们只是起到一个抛砖引语 我会给大家提一下我们Android的里面 有哪些Java内容是Android常用到的 所以更多是起一个抛砖引语的这个过程 当然昨天也给大家抛出了一个概念 就是程序等于算法 我们怎么样再去学一门新的语言 那希望就给大家能够掌握 来回顾一下昨天跟大家沟通了 哪些Java for Android的一些内容 这些内容也就是我们Android里面常常会用到的一些加量的语言知识 包括其一 其一 就是我们的Instance of Instance of这样一块内容 它主要是要做到什么呢 我们实力的一个类型的检验 还有就是我们的数组 我们说用它来干嘛呢 常常用它来做我们的一个 存储的这样一个对象集合 还有我们的反射 反射昨天我还给大家去举了一些例子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包括什么皇帝三牌子 这样的一些例子 还有我们的迭代器 以及我们的curso 那这些也是在我们数据存储会用得到 那么昨天的 我相信大家听的时候可能还是听得明白 但是由于这里面大部分的案例和练习 我都是以Android的项目来呈现的 所以可能由于咱们之前有个别的同学 他是从Android 对的是从零开始的 所以你不一定能够掌握 没有关系 你就先去理解 因为我们后面还会详细的讲解这些例子 那么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打算跟大家分享 在我们的Android里面的 其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加班内容 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的内部类 特别重要的是匿名内部类 以及我们的JavaDoc的这样一个代码文档 这个代码文档我只是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后面我们在讲Android开发的这个代码规范的时候 我们大概会用一到两个小时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规范 我们称为约定 就是因为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呢 因为在我们商业项目中 这些行为习惯就取决了你的一个职业的修养 以及你这个程序员的功力 以及我们的Street这样的一个在Android里面的应用 那你说Street这个东西我还不会嘛 就跟IMP一样简单的东西 为什么要讲呢 待会你就知道了 同时还会跟大家说一下 在我们的Android里面 常常会用到的跟日期和时间相关的一些类型 以及范形 范形的话 可能咱们如果个别朋友已经忘掉了一些Java的一些高级内容 那范形你要把它剪起来 后面这几块就是相对于复杂一点的内容 就有点像我们昨天所说过的一些主题 一些topic 那么这些内容的话 包括我们的Android和Java的一个多线程 那么多线程 今天我会粗浅的给大家抛出来 它在Android里面的应用 为什么我们Android的要用这么长 这么长长的会用到我们的Java多线程的这个概念 很多时候包括可能你做程序啊 可能你做程序啊 说我好像没用Java多线程啊 那我就告诉你 搞不好你做的程序 就跟我以前讲的那个深入浅出的课程一样 就点吧点吧 就跟那个360 我当时测那个用Monkey测那个360的那个客户端 一测 哦 Force Close 要不然就ANR了 所以 还有就是我们的HTTP网络编程的一个基础 以及我们IO操作的一些基础 那这些 结合了这些内容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Android里面 常常用到的一些Java基本功 所以希望大家能把这些基本功掌握好 那今天我给大家做的只不过是抛砖引语 理解啊 大家在听我的客人的时候 更多的是跟着我的思路来 你不需要 你说 那个 我是不是要在课堂上练一下呢 It's up to you 就你们愿意 愿意的话 我可以给大家时间练一下 但是 如果说你们说 OK 我们的Java基本功已经很好了 没有关系 下次再练 但是 但是我们后面Android的项目 Android的内容 我们讲解的时候 一定会给大家个时间练 这个Java语言的东西 我更倾向下来给你们推荐一些书 好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 先回到我们的一个内部类 还记不记得 昨天我们说了一个 先简单说一下 什么是你们内部类 昨天我们说了 我们说程序是由 是由什么构层 算法加数据 数据结构 而算法是动态的东西 数据结构是静态的东西 我们打了一个比方 人 那么人 他吃饭 吃的这个过程 是个动态的东西 那人 他本身是个静态的东西 静态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又会说了 那么其实人 他作为一个类 作为一个对象 实际上他的内部 是不是也会动静皆宜的 会有一些定义 对吧 包括人内部 可能他有五官 他有五官 他有大脑 他有血液 这些全部都是静态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数据结构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数据结构 那么这些内部的东西 我们常常干嘛呢 如果人是一个类的话 他的五官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称为 他的一个内部类 对吧 这是我们的inner class 这是我们的一个内部类 那么内部类 他的一些典型的特性 你们猜一下 他有什么样的典型特性 你就猜想一下这个人 这个人被干掉了 他的五官还能存活多久 是不是也很快就被干掉了 他的这个人 他想摸他的五官的时候 他是不是能够摸得到他的五官 这个五官 他的耳朵 希望听到他嘴巴说的话 因为大家想象一下 耳朵是一个内部类 嘴巴也是个内部类 他们之间如果想通话 是不是还是能够有一定的沟通 对吧 好 那我们就简单就可以总结出来 他的几个特性 内部类 就是与负同生共死 我就不写了 与负同生共死 其二 就是他内部成员变量之间 可以互相访问 其三 内部成员变量 可以访问到 他的负的一些类型 负的一些内部的东西 其四 负可以操作 他的内部的这些变量 就这样的一些特点 所以我再次说了 就是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用程序员的思维 去看世界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除类旁通的 很多都是这样除类旁通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内部类 其实道理就很简单了 因为为了我很多时候应用的时候 我为了满足这样的方便 我实际上 我也不希望太复杂去编写它 所以我们常常就会用到一些内部类 那么内部类在Android里面的应用 有哪些 能想得到吗 好 如果现在还想不到 没有关系 我们先说一下 那内部类有哪几类在加尾里头 还是能回顾得到吧 题 叫成员内部类 成员内部类 那么成员内部类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块代码 我们来看一下这块代码 可能字有点小啊 将就看 这个就是最普通的内部类的一个形态 最普通的一个内部类的形态 这是一个用户 用户里面他定义了两个内部类 一个叫登录信息 一个叫他的一个参考 就叫一个参考 那么这两个内部类 他的写法 就前头不需要再加一些什么关键字 关键字啊 这些最典型的一个内部类的写法 那我们说了 记住他们的一些特性 同声共死 同声共死 事实上今天我会用到很多内部类 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在做点耐的朋友 在这里有没有做点耐的朋友 你不做 你也不做 他做 我也做 OK 好 做点耐的朋友的时候 微软有一套规范 他的要求是什么呢 一个文件一个类 是微软的一个 不是硬性约定啊 不是硬性规定 但是他强烈建议 因为这样你的逻辑会非常清晰 明白了 其实加上你也可以完全一个文件一个类 你也可以不用内部类啊 很多时候 但是当然了 他语言间 因为这个特性 还是有他的道理的 而且很多时候 我们程序员也比较偷懒 认为 OK 比方我在这里写个多线程类 那么这个多线程 我可能只是在这个类里面 只是在这个类的某一个方法里我用到 其他类我都没必要去调用 那么所以我们就偷了一下来 就把定义成内部类 对不对 这是他的场景的一个应用 举个例子 这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演示的一段代码 这段代码 我也是偷了一下来 用了很多内部类 交付Android 好 这是一个 负类吧 那么这里面哪些内部类呢 我们找class 这儿就是一个 好 这是一个 寄成一 thread这样的一个类 这又是一个 两个啦 三个啦 三个三个 好 三个内部类 那他的写法 是不是跟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样的 对吧 就是我们的成员内部类 就是最普通的那部类 那可见桑蒂有的时候也蛮偷懒的 因为我也是个懒人 Lazy 那 这是一种 这是我们的成员内部类 其二 就是我们的局部内部类 什么叫局部内部类呢 我简单的说一下 就我们刚刚的成员内部类 是不是定义在方法之外的 在类的里边 在方法之外 那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在我类里面的各个方法里面都可以用到它 是吧 这些 这些访问 访问区间对大家都比较清楚 有的时候是什么呢 我更懒 我只在一个方法里就会用到它 好 那我就在这个方法里头 现成的定义这个类 这个就叫局部内部类 也就是说这个类的定义 是放在函数里面的 放在函数里面 这个函数消亡了 它也消亡了 第三个情况 叫静态内部类 静态内部类就很多了 就是浏览器的 怎么能总需要弹出这个东西 静态内部类 我们看一下形态 顾名思义 肯定加一个static 我们猜是这么猜的 大家看一下 果然 其实就是加一个static 加一个static的意思 就是可以直接调用 那么在Android里头 有非常多的静态内部类 比方说我们在布局的时候 有个layout appearance 在view下面 有个 你可以直接view 点layout appearance 可以直接用 就你们就会发现有很多 再举个例子 我们还有很多的 就是很多很多 这样的一些静态内 在我们Android里面应用 所以 这一块 我们也需要去了解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这几个类的一个区别 最后一个 就是第四块 叫我们的匿名内部类 匿名内部类 顾名思义 我们猜 什么叫匿名呢 曾斌 你看上哪个姑娘了 你给他写信的时候 匿名意思就是 不属你 不属你的名字 对不对 同样的 我们在这个lay里头 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在这里 就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写 那有的朋友就说 不写名字 我怎么写呢 很多朋友 其实很聪明的 我以前遇到一个朋友 他说 桑弟 你老是叫我除类旁东 然后去联想 他说 类的定义是这样子 比方说class 桑弟 这样子 比方说这样子 或者就不要吧 我们都叫他内部 这样子 他说 你们内部类 是不是就这么写 他就很聪明 他说这样写 那事实上 我们在家里头 其实是不这样写的 我们内部类的时候 更多的时候 我们是在实例的时候 直接用的时候 我们直接给他new一下 大家看 这个地方 我们传入的 其实是应该 应该是一个lay的实例 对不对 在这个里头 当然这块是Android的内容 不知道没关系 我会告诉大家 这块是要传入 我们事件今天 这样一个lay的实例 那么这个实例 这个实例 当然它需要实现一个接口 就是这个 UnclickListener 这个接口 那么为了简便 为了简便 我直接就在里头 new一个 这个我就可以了 甚至于我没有必要 再去写一行代码 再去写一行代码 什么把那个class 什么什么 给他定义好 我这样直接就用 而这个应用 大家会注意到 在我们Android里面的 事件这一块 几乎 就我们设定 间接听器 几乎都会用这个 NimNable 可能咱们之前 即便你没有做过 这个开发 也会看过视频 对不对 是不是更简化了 我们一步一步的简化 所以我们这样子 一步一步下来 我们就想到 NimNable 原来是给懒人设计的 就知道 为什么要有NimNable呢 因为编程的人 越来越懒 这是微软的概念 微软常常说 大家越来越懒 所以你去看 像微软搞的 我们加纳开发的时候 还要搞一堆配置文件 比方微软是默认 就把配置文件给你配好了 你双击就行了 它的配置工作 由微软的ID 自动完成 所以这个就是 这是一个懒人的世界 那么 基于这样的几个应用 我们之前也看了一些东西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们具体在Android的一些体现 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说一下 因为我的操作系统 老是切换来切换去的之前 然后编码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我偷懒 我就直接注释 什么全都用英文写了 这些是我自己写的 你不要认为我 我从哪 copyboard 按照顺序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 成员内部类 这是我的一个定义 这是我刚刚写的 user login info 那么这个类是 它的副类式是哪个类呢 叫inner class activity 这个类 它当然继承了 继承于我们的activity 这个类 至于activity是干嘛的 我们先不管它 我们先不管它 这是一个典型的 那么这个类里面 到底有哪些方法 你怎么去写 那就随你的便 我们这里就不管它 我们就知道 反正内部类 我们的一个定义 第二 静态的内部类 我们无非就在前头 加一个stating 那么这样子 我们在调用的时候 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 我们的静态 在类的话 我们是应该可以 直接调到它的 刚才那个叫什么名字 在外面的能够 但我只是这样形式写一下 就你在这个类的外面 你也是可以直接这样调到它的 只要它是public 73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匿名内部类的用法 匿名内部类 我们在android里面 用的是最多的一种内部类 而且它的主要用法 我帮大家总结了一下 就两个地方 你就记好就行了 我只说主要的 没总结完 其一是什么呢 设置 事件 监听 函数 就什么set unclicklistener 就这种东西 其二 多线程 新开线程的时候 我们很喜欢这样子用 包括另外一个run neighbor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特别的要提一下 各位 我们在设计监听的时候 大家看这一块 我把注释掉了 我把注释掉了 但是其实这是我们的 其实是我们的一块代码 就是给我们的 我们看得懂这个 这个段代码吧 就找到我们当前页面上的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 我们给它起一个实例的名字 叫abutton 给它设置它的事件监听 那么设置完了 在这个地方new new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view 它是不是一个类 那么它这个unclicklistener 是个接口 我把这个弄掉 unclicklistener是个接口 类下面的接口 我们可以直接这样点访问 你猜一下它是怎么去定义的 肯定有public 有没有stated的呢 或者其他的 大家自己去想象吧 大家自己去想一想 然后 我的重点是什么 当然 因为 如果我们现在已经讲到后面了 我现在就会打开我们的sourcing file 给大家直接看安卓的原码 但是由于这个工具 我还没给大家讲 大家可能看过我身后浅出的就知道 我很喜欢 拿这些工具直接去看原代码来说话 但是现在我们先不急 我们有潜入生嘛 那么好 那么 那么这里我有提个小问题 提个小问题 就是 new什么什么类 我们知道就是 的 感谢观看